宣战脚步逼近 来看到欢迎现行委员会3号上午是举办了 立法委员候选人公办电视证件发表会 4位候选人分别是周玉美、傅昆奇、张美惠 以及许愿神 分别在家属以及团队的陪同下到场 那么全场是才全程录影 从即日起一直到1月12号 将会在回栏以及东亚有限电视第20频道来播出 也欢迎民众按时收看 然后后面帮我押一下时间 欢迎现行委员会按照中选会规定 1月3号上午举办了第11届立法委员选举公办电视证件发表会 4位候选人周玉美、傅昆奇、张美惠 以及许愿神 也分别在家属及团队的陪同下到场 以筹钱顺序进行发言 现场采全程录影 将会在回栏与东亚有限电视20频道 以及YouTube平台同步上架播出 候选人公办证件发表会 是选举中极为重要的一环 候选人可以借由公办电视证件发表会 充分宣扬个人的参选理念 及当选后的施政方向 使选民更深一层的了解 够候选人进而做出明智理性的抉择 使选举真正达到选选与能的目的 在此特别肯托够候选人展现 最理性最平和的良性竞争 让我们共同举办一场 最干净最完美最优质的选举 立委选举公办电视证件发表会 从即日起一直到1月12号 分别在早上8点 下午2点及晚上8点播出 欢迎民众踊跃收看 听取候选人的证件与理念 选出理想的立委人选 记者 徐立琴 华林市报导